這兩條彈力都是10公克重 每公分10公克重的彈簧 如右圖 如果說我們這個物體做連接以後 兩條彈簧都沒有發生形變 我們把物體向右移動2公分 好,我們先想一下 向右移動2公分 這個彈簧 它被拉長會想要收縮 收縮 所以會向左 向左 這個彈簧它被收縮會想要彈開 彈開 所以會把它往左邊 也會往左邊彈 那這裡的力 這個力 它的生長量是2 所以力叫做KX 這個被壓縮了2 所以它的力叫KX 所以這兩個物體 你要把它拉過來的時候要克服這兩個力 這兩個力加起來是多少 40公克重 所以你要把它往這邊至少給它40公克重 要克服掉彈簧這兩個力 才有辦法把它拉過來